旅游就是晚上吃饱饱的睡觉 天一亮又是去吃喝玩乐咯 很多时候人在说酒店餐是很好吃 不过我发现呢 吃酒店餐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独门的厨师推荐 就像这家 还有一个就是牛奶辣沙了 牛奶辣沙 牛奶辣沙为咖喱乐沙的主要形式 这种乐沙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地都很常见 汤头里加入大量的椰奶 因此若被称为椰奶辣 椰奶在传统马来饮食中是常见的调味料 多用以更加食物的香味及浓稠度 这种做法也被巴巴牛奶集群所谓用 牛奶辣沙是一碗 像咖喱单有不辣的 而且它带有微微的酸酸甜甜的感觉 其实是很好吃的哦 幸好在酒店填饱了小肚子 看到街上每一家餐厅都排满人的位置 我傻眼呢